古希腊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 有个年轻人 拖了别人家的狐狸 就在赶回家的路上 正巧碰上了狐狸的主人 这个年轻人倾机之下 赶紧把狐狸裹在了怀里 狐狸的主人迎面而来 问道 好久不见 最近过得好吗 哎 我家狐狸丢了 你看到了吗 狐狸 我没看见呀 就在对话之间 怀里的狐狸憋得喘不过气来 就开始在年轻人肚子上撕咬挖洞 试图逃出去 可那年轻人却强忍着 不敢露出一丝痛苦的神情 就这样 最后疼到昏迷 也没有承认是自己偷了狐狸 这则故事 赤裸裸地揭露了人的本性 上帝的光照 会暴露我们内心的肮脏 这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痛苦 为了避免这种痛苦 人们通常不是选择除掉那些肮脏 反而是躲避光 为了遮盖自己的罪 而扭曲异的标准 为了回避罪的结果 而进行自我催眠 这不是错的 别人不会发现的 别人不会发现的 人若是这样反复自我催眠 那他的良心 会重新变得刚硬 到最后 可能连感知的能力也没有了 像这样心里变得刚硬的人 会故意拒绝上帝的光 他若是反复拒绝 那么撒旦会在他身上做工 叫他更加抵挡光 不仅如此 一个人的心 要是完全刚硬了 那他就失去了 对上帝的感知能力 不义的 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 叫他仍旧污秽 唯意的 叫他仍旧唯意 圣洁的 叫他仍旧圣洁 正如骑士路所记录的话语一样 人若是一再选择不信上帝的光 那以后就真的信不了上帝了 当上帝的光照耀我们时 我们不能无视这光 对于顺从光的人 上帝会向他显明自己 人则会通过与上帝的相交 享受上帝丰盛的生命 无视光 并不仅仅指对光完全不做反应 有的人即使对光做反应 但却是有选择性的 即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才会做出反应 这也算是无视光 这样的人 在他人看来可能很敬虔 但其实 他的行为不仅是在欺骗人 也是在欺骗上帝 将来也会骗了自己 我没有拒绝光 从来没有 真的没有 人要是这样不断催眠自己 不知不觉间 就真的以为自己的信仰一切正常 你在伤害教会 你不管教会的存亡 只想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是上帝的光再怎么照耀人 心里刚硬的人也无法明白 为了避免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一定要在光照耀我们时 积极地做出反应 我们要承认自己所谓的真实是靠不住的 要以痛悔的心来到主面前 正如约翰福音所说的 你们应当趁这有光 信从这光 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字 是的 我们在信仰之路上 会遇到无数的岔路口 每当那时 哪怕我们失去一切 也让我们选择能够感知上帝 与上帝相交的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